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的频道 截止到3月13号 《沙丘2》在全球的票房 已经超过了3.7亿美金 可以说这又是一部成绩斐然的大片 今天这期视频带给大家的 就是电影《沙丘2》中 隐藏的细节和彩蛋 这座伪实不易 还请你别忘记点下那个免费的订阅按钮 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不慎感激 细节一 影片的一开始 哈肯能男爵授权给他的侄子拉班 使其成为阿拉克斯这颗星球的新的统治者 仪式上 男爵把一条项链戴在了拉班的脖子上 在特写镜头下我们可以发现 这条项链上的图案很是特别 看起来很像是太阳 被两颗卫星遮起来时的样子 跟电影中日识前的情景一模一样 所以这条项链象征着 阿拉克斯这颗星球的主人 细节二 阿拉克斯这颗星球的两颗卫星 一颗叫克林 另一颗叫阿王 他们所在的星系叫老人星 老人星是夜空中亮度 仅次于天狼星的恒星 据我们地球大约有300光年 另外老人星的体积是太阳的71倍 亮度则是太阳的1万倍 所以按理说这颗星球上的人 眼睛都应该不怎么大才对 细节三 故事开始时 保罗等人藏匿于沙丘中 忽然其中一人起身离去 其实先跑掉的这个人是跑去远处 安置振动器的 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男主左右两边的弗里曼人 也分别朝不同方向走去 为的是更有效的从不同方向伏击敌人 细节四 男主以为哈肯能人前来是为追捕自己的 这当然是因为男主所在的亚崔迪家族和哈肯能家族是世仇 两个家族的仇杀渊源已久 当初哈肯能的先祖从战争中临阵脱逃 被亚崔迪家族的族长举报后 招致哈肯能的先祖被皇帝处罚 自此两个家族渊源相报永无休止 哈肯能家族更以消灭亚崔迪族人为祖训 细节五 很多人对《沙丘》这部科幻电影中 没有出现计算机一类的机械辅助工具 产生了诸多疑问 这其实是因为大约一万年前 人类和人工智能爆发了长达百年的战争 差点被团灭 战争结束后 人类决定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类的电子仪器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诞生出一些精算师 姐妹会这类可以运用超快速的计算 和预测未来的组织 细节六 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所有人 其实都来自地球 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约一万年后 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人类散播到了太阳系周围的各个星系 其间发现了一颗叫阿拉克斯的星球 这里盛产一种叫美兰级的香料 在没有这种香料之前 时空旅行是极度危险的 这种香料的存在 最大程度的确保了时空旅行的安全性 而整个宇宙中 只有阿拉克斯这个星球上 可以产出美兰级香料 而第二件事就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博弈 最后以人类取得胜利告终 进而诞生出了各类组织 第三件事就是宇航工会的诞生 他们利用了一种叫霍尔兹曼效应的理论 创造出了很多的新科技 比如电影中的霍尔兹曼护盾 和大反派身上的反中立仪器等等 而提出这个理论的提尔·霍尔兹曼本人生活在人类与人工智能大战的时期 然后又经过了一万年的演变 来到了男主保罗的时代 也就是说沙丘中的故事距离我们是两万年后的事 细节七弗雷曼人之所以都非常能打 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和皇家护卫队来自同一颗星球 这是一颗叫Selusus Condens的监狱星球 弗雷曼人是这颗星球上的奴隶 所以每一名弗雷曼人的基因里 都包含反抗因子和超强的生存本能 而这颗监狱星球其实就是沙丘中皇帝家族的母星 后来因为这颗星球的生存环境太过恶劣 皇帝家族就搬到了另一颗星球上 但在沙丘二之后被废掉的皇帝 又被男主放逐回到了这颗监狱星球 也许是因为皇帝的子次全都是女儿 一个男丁都没有 所以他的王朝无法避免被更替的命运 似乎这一切早已被注定 细节八 哈肯能男爵虽然将阿拉克斯这颗星球交给了拉班职长 但是拉班是一个暴君 而且还整日酗酒 在其中的一幕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手中一直拿着个酒杯 也就是说他刚喝完酒 醉醺醺的就把气都撒在了手下的身上 那么在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拉班与戈尼之间的恩怨 在书中的原因是因为拉班害死了戈尼的亲妹妹 而戈尼和妹妹原本都是哈肯能家族的奴隶 后来戈尼被男主保留的父亲雷托公爵解救 细节九 费德劳萨作为拉班的亲弟弟 在《沙丘2》这部电影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反派 他跟男主一样都是贝尼杰斯瑞德姐妹会几十个世纪下来的基因控制产物 姐妹会的目的是要创造出Quizat Haderach 也就是所谓的救世主 他们本来预计是选择一名来自哈肯能家族的男性 跟一名来自亚崔迪家族的女性结合 生下男孩救世主 然后再让这个男孩与皇帝的女儿结婚 这样不仅可以掌控皇族 同时也能利用这层血缘关系 平息哈肯能和亚崔迪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 所以说皇帝没有儿子 其实也是姐妹会故意为之 姐妹会可以控制胎儿的性别 而男主的母亲本来应该生女儿 但却诞下了男主 这样一来就完全打乱了姐妹会的计划 生怕这两个男孩会拼个你死我活 最后甚至有可能同归于尽 于是派出马格夫人去色诱费德 来确保90代人的精英产物 细节时 哈肯能的母亲是一颗拥有黑色太阳的星系 所以我们在户外看到的一切 只有黑色或白色 没有其他的颜色 但当他们进入室内后 颜色又会恢复到正常的有色环境 细节十一 电影中男爵所浸泡的黑色年夜 具有恢复的功效 其实这个黑色年夜是导演在梦中梦到的 当时他梦到男爵像一匹河马一样 从黑色油状物中浮现出来 细节十二 费德劳萨最后被男主保罗杀死时 和当初他在竞技场上 杀死亚崔迪家族战士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这两次战斗的最后 他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期节十三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女主Channy 头上戴着的蓝色头巾 在弗里曼人的文化中 戴头巾代表这个女人已经结婚了 或者有伴侣了 但是在战斗中 头巾都会被Channy摘下来 这里的意思是平时 他只属于一个男人 但在战争中 他属于整个弗里曼人 后来在电影的最终决战中 Channy又将头巾绑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这象征着此时他的身份 既是弗里曼人 又是一个在背后支持自己男人的女人 然而到了最后 当他得知保罗要娶伊鲁兰公主后 Channy果断将蓝色头巾摘下 以此表达着自己的抗议 同时在影片中 当我们看到保罗 遇见Channy被辐射重伤时 甚至在背景还看到了核弹爆炸的一幕 期节十四 与电影中不同的是 在语言中的书中 戈尼误以为男主的母亲杰西卡 是害死亚崔迪家族的内奸 差点杀死了杰西卡 而男主自责自己没有遇见到这个事件 害怕有更多的人 会因为自己没能够遇见未来而死去 所以最后才决定喝下生命之水 而在电影中 男主是因为没遇见到弗里曼人的洞穴被袭击 Channy被辐射 后来又听到了 必须要喝下生命之水的声音 多种因素叠加后才明白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只能喝下生命之水 期节十五 生命之水相当于浓缩后的美兰鸡香料 可以激活杰西卡和他母系那一边血脉的全部记忆 所以杰西卡才知道自己其实是男爵的女儿 与圣母们不同的是 喝下生命之水的男主 不仅能激活母亲那一脉的记忆 同时也能继承所有男性长辈的记忆 而男主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喝下生命之水 还能存活下来的男性 季节十六 在电影的结尾 男主的母亲杰西卡和大圣母之间的对话 看似是一种心灵感应 但事实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圣母 所以具备同一种技能 这个技能就是他们可以选择共享当前的记忆 季节十七 在电影中男主首次驾驭杀虫 用的是两把铁钩 别看只有两把铁钩 它们的作用可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杀虫都会习惯性的前进杀里 但如果把它的鳞片勾起 那么鳞片下面柔软的肌肉就会暴露在外面 也就无法潜入沙内了 另外这种勾子也可以帮助驾驶者掌握在沙中前进的方向 因为杀虫为了避免自己的敏感身体受到沙子侵袭 鳞片往左勾一点 沙虫的身躯也会随之移动 这样就可以控制它的方向了 细节十八 结尾时皇帝和他统治下的所有家族都来到了阿拉克斯这个星球 因为男主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 而这所谓的利益就是美兰籍香料 男主用炸毁这个星球为要挟 想让各大家族屈服 但各大家族却拒绝接受 于是男主最后只能开启的圣战 也就是以弗雷曼人全族人对抗各大家族 那么皇帝此番之所以会亲自来到阿拉克斯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怕过 毕竟他自己带了五个军团的皇家军队 而他的皇家军队Sardokar是这个宇宙中最精锐的部队 他怎么都没想到被哈克能家族压制了这么多年的弗雷曼人 能给自己带来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明目张胆的建立一个临时的金属军营 而这一次弗雷曼人之所以能一举全街皇帝的军队 是因为一直以来弗雷曼人都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者 自从有了保罗后南北两部合二为一势力空前壮大 已是今非昔比 至于男主与费德之间由于激活了所谓的仇杀 就必须要遵守严格的规则 换句话说如果男主承袭了公爵的头衔 就必须要履行两族间世代仇杀的单挑决斗 如果男主选用弗雷曼人的身份 那么性质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如果男主想继承王位 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公爵 但一旦亮明了公爵身份 也就无法避免来自费德的仇杀挑战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与原度相比 确实做了不少改动 但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还好 特别是在大荧幕上看 绝对会带给你足够的震撼 配得上史诗级科幻大片的称号 但有些遗憾的是 整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让我holy fuck的画面 并且男主的那句silence 官方过早的在预告片中就曝光出来 也没有为这部电影加到分 还有就是 戈尼和杰西卡还有保罗三人之间的故事被删减 记得当时看书时 这段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同时删减的这段剧情 其实对男主和杰西卡的蛻变 都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后悔删掉书中的这段剧情呢 如果让我为这部电影打分的话 应该会打8分 最高给到8.5不能再多了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值得看的经典科幻片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